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跌跌重量有很多中间的阻碍就没减成 你需要减肥吗 只有你脸特别的小 那你没见过我更瘦的时候 对 那你这次带了多少套衣服过来 挺多的 因为我自己就带了很多 然后包括我开始需要穿的衣服 我服装师还帮他们帮我带了很多 就做造型你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意见 因为其实本来就是黑白灰 什么造型其实都是 也没什么造型 因为我觉得就是穿着舒服就好了 你有什么独家搭配的秘诀可以告诉你 自己穿着开心就可以 你会比较喜欢黑白灰的颜色吗 比较好搭百搭 当然现在我也喜欢一些比较艳的颜色 但是就是比较难 除非是那种一整条的 或者是那种搭配好的一身的 偷偷肉可可以 你平时出门需要很久时间吗 不需要 其实挺快的 就是取决于见什么人 如果出去工作的话 那可能如果没有化妆师的情况下 那要自己捣着捣着 但是如果是平常出去见朋友就无所谓 那你之前也剪过锅盖的刘海 还有妻儿的短发 会比较喜欢你 有种比较喜欢吗 我都挺喜欢的 其实这两种 对 但是取决于 因为你如果是自己真剪的话 你得你的头发能长得出来呀 对 购物前会询问朋友的意见吗 会询问我身边的人 取决于当场有谁 一般是大家都说不要买的那个 我肯定最后把它买了 这就是我的叛逆所在 有网友说你是毒蛇少女 对这个称呼你怎么看 没有啊 我舌头挺健康的 没有 我们平常你素颜也很能打 还行 就是素颜真的还OK 因为昨天那个下飞机的时候也是 被拍的时候也是没化妆 但OK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口红是很重要的 你给自己的美貌打几分 感谢我的妈妈为你努力打十分 给大家安利一下双子座的女生 什么都好 有缺点吗 在我眼里没有 去过一些什么样的减肥方法 我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 好的不好的 健康的不健康的都试过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直白的道理 说什么运动啊 其实就是要少吃 然后配合适当的运动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不同适合自己的方法吧 可能别的方法在别人身上有用 在我身上就不太有用了 我胖瘦就是在一天之间的事 那对你比较有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 少吃 因为我健身了之后 反而会看起来很 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看起来很扎实 对 之后的工作计划是怎么样的 工作计划得问我经纪人 我身边的毛大哥 咱就好好学习天天相上吧 有没有什么要跟网易事上的观众朋友们讲 祝大家中秋快乐 记得要吃月饼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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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